抹上酱汁撒下花生粉加上酸菜和滷肉 配料丰火的挂包香气四溢 高雄的老字号挂包小吃凭借着传统好味道 首次入选密其林必比登推荐 当然满开心的啊觉得很幸运啊 因为我们只是很小的店啊 但是就是说做比较传统的做法 新入选的还有这间 已就台店宿舍改建而成的小餐馆 主打剥皮辣椒鸡汤头清爽甘甜 不有独特性 让不少民众已逝成主顾 剥皮辣椒鸡这样 之前就用过才蛮多次的 因为它的汤头很浓郁 我们做喜欢做的东西到现在可以让大家都那么喜欢 台湾米其林指南2024共有126家入选必比登 高雄就占了25家 其中还有5家餐厅新入选 分别为春兰挂包和小顿时事 以越见肉烧饭闻名的秀明猪心冬粉 皮嫩肉Q的两家猪脚 以及正宗台菜的麦严顺 进一步来看 今年共有49家餐厅摘星成功 而被称作美食之多的台南 已经连续三年落榜 台南的美食是太甜了 可能评程也吃不习惯啦 不过这也是好事情啦 这样子就不用排队了 台南人最享受美食之外 还有一种就人情味 这种东西不是米其林都可以得奖 都可以得到的东西啊 对此台南市府发声明稿回应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米其林名单 不管是否摘星都以台南美食为傲 您喜爱的餐厅今年是否榜上有名呢 不管能不能入选米其林 相信韬客心中都有自己的美食指南 华语新闻 令委凯 陈炎卫 宋俊毅 余子婷 高雄台南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